Sports.to 荣誉呈现 严下温情 母亲的哺育之恩 生为孩子的绝对不能忘 更不能父 待会儿我们要探望的这户人家 日子郭的清贫 儿子放弃工作好几年 只为了留在家里 全心全力地照顾中风的老母亲 这份孝心值得我们学习 那么我们更应该帮助这户人家 减轻这位孝顺儿子的负担 Sega父亲在上个世纪70年代 在雪兰尔白沙罗新村 这里盖了一间小小的房子 结婚生子 由于住在华人新村 学会说广东话 甚至受到华人文化影响 供奉神明 Sega的母亲73岁 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 十年前因为承受不了 老伴去世的打击 二度中风后 从此不能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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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此尔白沙罗新村的 从2001年代 从2000年代 从2000年代 但是从以前的老伴 老母亲育有四个孩子 她瘫痪后都是由大媳妇照顾她 但三年前 媳妇因为心脏病发而去世 大儿子有四个孩子要抚养 已婚的女儿却有自己的家庭 无暇照顾 二儿子吸毒被拘押在寇留所 所以照顾老母亲的重担 只好交给41岁的单身小儿子 由于一个人在家的老母亲怕寂寞 常常使唤正在忙碌的Sega 所以Sega三年前被迫放弃工作 在家照顾母亲 原本是装修工人的Sega 就在屋外建造了一座漂亮的花园 消磨时光 我问她 她也是有一个小小本多 她自己搭了一个本多 也是租给人家100块钱 这么收入 我说这是你的收入 她说就是我收入 她的水租给对面的卡巴 她说一个月给回几十块钱 她说有赚 就是我相信这个是她的 就是唯一她的收入 Sega每天为老母亲梳理头发 梳洗身体 抱上抱下 剪指甲 洗衣服 老母亲的生活起居 吃和拉撒 以及家务事 都是由她一个人包办 知恩者少 富恩者多 Sega是难得一见的现代版小子 从小子都很爱 晚上12时 我们立刻 知道了 我会说 因为妈妈 也有什么想法 我们去找 曾经认识 如果有婊子 在我认识 我认识 什么可以做 跟那些人 为了全心全力照顾老母亲 SIGA决定不结婚 由于老母亲长期躺在床上 缺乏按摩和运动 导致手脚僵硬 连自己被老鼠咬也不晓得 客厅的这张单人床 是老母亲日夜睡觉的地方 可是床入已经残旧 加上有时老母亲尿失禁 撒尿在床入上 变得又臭又脏 方便老母亲行动的论议是亲戚改大 已超过十年 不止生锈 连刹车系统也有问题 还有老母亲每天大小便所使用的马桶座椅 也是残旧不堪了 同样一个问题 没有多余的钱买更好的设备 他的家虽然是干净 不过有一些基本设施 比如讲他的床很暗 他妈妈每天睡在那边 很暗 可能这些需要改善 并且Cega家的这些给马桶座用的设备 好像轮椅这些都 安全规格是完全不符合 然后卫生标准的指数也非常非常的低 如果万一是割伤了或什么 那怎么办 可能伤口可能更容易受到细菌的感染 对不起 我需要测试 我需要吃 对 对 对不起 Cega每天中午煮一餐饭 晚上则买chapati给妈妈吃 孝顺的她 因为老母亲说很久没吃菜了 所以今天特地去买新鲜的菜 为母亲下厨 看她切菜 煮菜 双手非常利落 还以为她自小厨艺了得 对原本呢 完全不晓得如何下厨的 你解Cega来说呢 为了母亲 三餐的温饱 也不惜学习如何下厨 煮好饭后 Cega把老母亲扶起来 坐在沙发上 然后很耐心地 一口一口为老母亲吃饭 由于老母亲没有牙齿 Cega把食物切成很小块 方便她拒绝 其实我感觉到 我很感动 因为这个年轻人很有孝心 那么她可以照顾她妈妈 接近整十年 照顾到她妈妈这么好 也给我想起有一些人 有几个兄弟姐妹的 那么母亲有问题 或是家人有问题 都把她送去老人院 她根本没有去寻求这些 这些援助 她都是由自己来照顾妈妈 举动上看来 她对妈妈的照顾是无微不知的 连这个食物的温度 还有米饭的柔软度 她都照顾得非常非常的周到 这些照顾呢 是完全显露于行动 而不只是 在口头上的一些表示 她们已经在尽量吃了 她们已经吃了 她们可以吃了 她们可以吃了 我把她们吃了 是她们的事情 我真的在一起吃了 因为她们不得了 我们也不得了 我真的在一起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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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